前一天看到一个视频 一女的发的 说婆婆包饺子竟然不带手套 太恶心了 我看后的感觉 这可真是林子大 什么鸟都有 谁包饺子还带手套 难道包饺子 带手套就干净卫生了 就污染了 这都什么混账逻辑 而且你觉得婆婆不干净 你自己做 你带啥包饺子都可以 你带个金属套包饺子都可以 看你的饺子包的香吗 好吃吗 你要觉得婆婆做的不干净 不卫生 你可以自己做 你不吃婆婆做的 不就可以了吗 而且啊 就这种女的这种素质啊 看她可以亏其家庭 我也不相信 她妈能比她的婆婆干净到哪去 这种女的 其实就是没事找事 谁要娶到这种女的 几乎可以注定此生之不安 好不了 因为这女的就是挑事的那个铲子 再没事 她都能跟你铲出事来 这种女的是时代的产物 是教育的悲剧 是社会的扎仔 是人性的扭曲 是无耻的见证 真的 我本人啊 秉持 公平正义 我不能随便骂人 这如果说我小的时候 骂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回炉再造 从哪来回哪去 啊 再经过一次人形幻化 OK就到这儿 我是非诚万家老李三 下期再见 吧 好